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益越高风险越大 财富增长有规律可循 但有意思的是股票专家天天讲规律 但往往自己亏得血本无归 下面尤其易改先生 易改先生您如何看待财富管理的原则 这原则是不是很多呢 对 财富管理的原则是有几个大原则了 按照一般的像我们一般的常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当然不会想到那么权衡优化了那么科学 但一般从投资界的总是有一些基本的框架和结构 我想很多有过投资经历的人可能都听到一些说法 但是一般来说可能很多人不专业的人可能不会不往心里去 那一般来说我们其实讲投资有几个大的这个原则了 一个是多元 对吧 多元分散 英文叫diversity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讲做长期投资 就是做这种长期投资 第三个就是要讲究它的这种风险控制 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去去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们看看这个 那我们上一期讲到这个财富的来源 有四个象限 对不对 所有我们财富的来源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象限看都不是那么容易 身材有道 但是身材不容易 所以我们如何去分配和管理我们的财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看我们人生在各个阶段一些需求 上次我们也提到 这个有我们的imagining的需求 这个从现金方面的管理就是很重要 有我们生存环境和条件的需要 有我们投资增长的需要 有我们健康的需要 有我们应付意外的需要 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教育啊 另外就是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条件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涉及到我们的财产的传承 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财产的管理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首先是一个多元的原则啊 那看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老头 你看大家都很熟悉 李嘉诚 所以李嘉诚他本身 他是这个世界上的知名的大富豪 看他的资产的这个安排 大概的原则和结构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 那我们一看看这个左边的 也是我们看看有四个向线 第一个向线当然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图的 也是相对应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整个我们人生财富的需求的方方面面 大概就是这一些 那我们看看这个如果从这个储蓄应付风险和投资的角度 我们的财产的分配 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安排 那所谓不要放在一个篮子就是以放 一个篮子掉下去 所有的基段都会破碎了 对吧 OK 那么看看这四个向线 一般的投资的科学安排是怎么建议的啊 一般我们看 如果说按照我们百分之百的总资产 在这个投资界的基本的结构性的要求 建议呢就是短期消费的这个账户就是随时要花的钱属于现金管理的资产 一般像三至六个月的家庭生活费用 一般是需要它有极其灵活的这种需要 所以我们一般会分配10%的资产来作为这么一种储备 像这种资产可以放在银行里啊 或者放在自己的保险箱啊 这个一般是一个基本要求 以防不测 就是临时性的需要 第二个向线呢 左边下面呢就是 一种固定的这个收入的 像这些理财丈夫风险小 增长稳定的 在市场上通过一些金融投资渠道啊 金融产品 你像有的债券 一般来说债券 都是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可靠一些 它风险没那么大 但最小的这个风险的当然债券是政府债券的 政府也有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 那也有企业债券 对 有各种不同的债券 有信托 有这个理财性的保险 这个是一般来说是风险比较低 波动性比较小 收益相对稳定的 用于长期现金流准备 及资产保值的这么一种分配 这个呢是按照投资原理 按照多元的这个需要 建议的是要占到自己 个人总资产的家庭总资产40%左右 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安排 那另外一种就是应付意外的 因为意外的一般是 当我们像家庭呢 我们这个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 这种成员 像一家之主啊 他是家庭财产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当他出现意外的时候 这个家庭怎么样去应付危机 这个是一个一般来说 这个是一个一般来说目前是通过一种商业性的 这个保险来实现的 像这种疾病啊 像残疾啊 像人寿啊 就是一种极端的状况 人寿像生故啊出现意外的时候 他这个收益通过什么样方式来解决 当我们失去这个经济来源的时候 一个家庭之主 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 一般来说 很多人对这个 这方面是比较忽劣的 往往一个家庭 一个一家之主出现问题以后 整个家庭就陷入了水深火 陷入困境 就永远这个家庭就再起不来了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准备 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对市场啊 对疫情啊 都会有一些希望去参与 不要放弃 不要这个措施一些比较好的 这个挣钱增长的机会 那一般就是投资一些相对风险比较高的 但是收益也可能会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方式 投资渠道 像股票啊 股权啊 世贸投资啊 有一些这个跟股票连接的基金啊 就权益的基金 这一些呢都是 我们所谓这个大家都耳神能强的 就是风险与机会同在 这个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去 分配你的资产 分这个把控你的风险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不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和财富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话 当一部分出现问题 其他的部分都可以有保障 所以我们就会非常很安心 对自己的 这是一个对财产多元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和要求 那我们看看这个 主要这个我们先谈谈这个人生各个阶段的这样一些需求的一些调整 那因为即使是多元可能也会随着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状况 你的财富积累的状况啊 你所面对的风险和这个产生意外的以后的一些输入弥补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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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期的状况 也是可以根据整个多元的基本前提和原则来进行调整的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上一期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人生 这个X曲线在每一个阶段他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所需要这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家庭啊对自己啊对孩子啊 这个跟他本身个人的资产 当时的资产状况 是形成一个X曲线的关系 就责任从我们成年开始的最高 这个是逐步逐步到递减 当我们这个老年以后 因为孩子长大 家庭的资产经历都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那财富是随着这个我们年龄的增长 是逐步逐步会加大的 所以在每一个年龄阶段 我们应该去怎么样考虑我们分配的 我们的资产来分配我们的投资 这就是一个需要有比较理型的思考 最好是有一些基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知识 这个认知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讲一讲这个 投资理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素 好不好 张杰你有没有听说过72法则 我是听说过黄金分割法则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72法则 黄金分割法则 他只要是从这个多元的角度去讲的 也就是说有的人说是33了 刚才我们谈到是这个分四个象限 去给他一些基本的参数 这个原则和前提都是一样的 他所指的基本的原则都是多元化 对跟黄金分割是一个道路 那我们讲讲这个具体的投资的一些基本原理 我们看看这个投资 我们首先讲最基本的要求 当然投资的基本动机就是去挣钱嘛 对不对 那我们挣钱是怎么个挣法 有哪些要素 然后他们相互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这里有一个72法则 这个72法则是非常有名 投资界应该说 现在的大学课程里面 应该都会提到这么一个法则 他有一个公式 这公式就是用72 除以这个你投资每年的回报率 就能得出你的投资 是多长时间可以翻一倍 翻倍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我们看看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 这个FV就是Future Value 就是未来的这个资产 将来的收益 就等于PV就是现在的PV 现在的这个资产 乘以他这个 这个一是本身是现在资产 他成就是当时的本金 然后I是多少收益率 是回报率 然后他这个的多少持方 他是这样一个公司 那推算出来呢 简单的说 就是用72倒过来 就除以他的这个回报率 就会得出你的资产 是多少年可以翻倍 我们现在是求这个N 这公司反对过来就这样 那看看我们这个 他有这么一个对照的表 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假设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目前假设 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是4% 对吧 然后我们的基础的投资的 投资额是1万块钱 那么按照这个公司 就是72除以4 那是不是18年 他会翻一倍 对不对 然后这个 那么让他再翻一倍 就是另外一个18年 那我们30岁开始投资 那到48岁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增长到2万 然后到66岁的时候 可以增长到4万 对吧 然后如果说我们的投资 回报率是6% 那也是同样的 30岁投资 那72除以6 那就是等于12 是吧 那就是12年 你的投资会涨一倍 然后到这个另外一个12年 54岁的投资 在这个前一年的 前一个12年的基础上 再涨一倍 到66岁的时候 就是8万 所以这个2%的不同的增长率 就导致这个一倍的投资回报收益 同样的时间 那我们看看这个8% 到66岁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你4%的回报的到4倍 那12岁 那12岁 2%的收益率的时候 那是你这个4%的投资回报率的结果 你比较起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644除以4 是多少 是20 20几 644除以4 就是10 我们可以说一下 说一下 16 对 就是16倍 所以你的这个利率 回报率差距有8% 你的回报的结果有16倍 他现在我们整个看一看啊 他这个有哪几个基本要素 会影响我们的结果 对吧 这个一个首先是一个我们的投资本金了 这个对所有的这个投资来说 本金这个很容易 是一个固定参数 那一般来说 可变的就是时间 然后回报率 他这个的原理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说这个 如果说我们会算账的人 他在这个用一个Excel 那早期我们要用算判了 一个算出来 他就是他主要的这个原理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的福利增长 主要你第一年 你说你这个我们用4% 做一个参照回报率 那你1万块钱 第二年是不是涨4% 就是1万0400 对不对 那你第三年的增长是多少 就是在1万0400的基础上 再乘以4% 加上原来的本金就是1万0400 加上多少 这个数据我就不具体算了 大家算就很清楚 他的基本东西就是说 每年在前沿的基础上 都是按4%的这个利率来 回报率来增长 他就是一个福利效应 这福利的来源 福利的这个增长的效应 其实我们在中国 其实我们也耳熟能详 经常有人会提 会会提到这样一些 像这个我们讲旧社会 讲刘文采 讲这个放高利贷的 这些都提到 这些驴打滚 这就是驴打滚的这么一种 所谓的驴打滚 就是福利效应 那在西方社会 有正式的这么一个说法和记录 他是说是爱因斯坦发明的 当然这种发明 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 是规律 是一个法则 其实不是一个发明的 是一个发现 他们这个 大家可以在Google上去Google一下 这个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个Google上面有 你一搜就知道 所谓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就是爱因斯坦的 就是福利增长的理论 叫most powerful force in the universe 他叫钱生钱 然后钱生钱 再生钱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原理 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讲讲 这个应该说 如果从经济学里能讲 说爱因斯坦发明这个这个理论 不是太准确 而且从对这个理论的认识 这个法则的认识 也应该不算是他最早 应该说我们这个中华文明里面 讲福利 讲驴打滚 应该是比 那时候可能爱因斯坦还没出生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回到这个增长 他就是一个compound 这英文叫compound 所以compound的这个增长 是非常的厉害的 这个我们经常现在 投资的时候去想 总是想着这个单利 就每年只是在原始的 本金的基础上去想这个增长 每年10% 20%之内的 这种想法 当然这个没错 但是你不知道福利的效应 在实践的作用下 那是有天壤之别 所以在我们在从追求财富增长的这个整个过程中 所以这几个要素一定是非常清楚 一个是这个你的本金 本金你投入了多少 我觉得从本金的角度 多少其实都是一样 当然是越多越好 但是总是投资储蓄比不做也好 对吧 是越早也好 第二个呢就是去 你投资的时间 你在短期内 追求短期的效益的 这个可能不是太明显 你要看长期投资 所谓的像巴菲特啊 现在很多的大的这种真正的投资大咖 都是福利增长带来的这个效应 像巴菲特啊 他们所有谈的都是价值投资 都是长期投资 他都是因为福利产生的这个回报 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寻找相对比较稳定可靠的 相对比较高的回报率 那这三个因素 就三个核心因素 一个是本金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回报率 那就本金 大家是可以决定的 然后这个时间 也是大家是可控的 但比较大的考验 有可选择性的 就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的 那就是你的回报率 那我们可以去考察一下 市场上有哪些的投资工具 投资渠道 或者投资方式 可以产生 你所希望达到的回报率 这个我们有个基本的 这个原则和概念 都知道高风险和回报 是不是 那这个你愿意冒多少风险 去达到多少回报 然后能不能产生一种 稳定的福利 在时间的作用下 产生这种稳定的 福利增长的效应 这就要靠我们去 有一个认知过程 一个是你对投资 理论的理解 第二个就是 对投资信息的掌握 然后对投资工具的了解 是不是很多 自门市场的这个运行状况 现在的金融这个体系里面有 不知有多少 有几千种 这种衍生产品 哪些东西比较符合你的 这种投资里面要要求 是不是百分之四 银行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然后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回报率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然后这个股票的投资 回报率是多少 平均起来我们叫大售局 还有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我们可不可以 你的这个投资回报的预期 假设我们百分之十二找不到 百分之八有没有 对不对 最起码百分之六有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平时 我们从这个本身 经济发展的规律角度 它会有通货膨胀 这个通货膨胀 我们能不能抵消 那通货膨胀 平均的是多少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这是给我们提出的一个 就是说所有的投资 财富管理 这些基本的原则都要去 去去去去把握 OK 那么可以看看这个 从时间角度 我们看一看这个 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假设的案例 但是它受据的逻辑性是成立的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投资的 一个是早投资的 叫Mr.Saver Ear 一个是这个晚投资的 Mr.Saver Later 我们都不要讲大的投资 我们就讲大的储蓄 看左边这个 假设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是8% 对吧 那么这个左边的这个 Mr.Saver Ear 他就是找储蓄的人 他从25岁开始 假设他一年 每年乘2000块钱 这个不多 一般来说 对我们的这个普通的 这个工薪阶层 都可以做得到 从押缝里面省出来的钱 都可以做了 只要你正常的工作的话 一年乘2000块钱 对 25岁开始 你看这个存到 33岁 12345678 这是9 我们只存9年 对吧 然后这个 9年打住了 不存了 那9年整个存物的资金 是18000块钱 是吧 它是逐年累计的 在contributor 18000块钱 然后到你61岁 一般我们到61岁 可能考虑从退休的时候了 你这个的账户的积累是多少钱 他因为他有福利增长 他的增长的回报率是 每年是8% 那你的结论 结果 是21万 5000多 你只是需要9年 每年存2000块钱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 很多人可能没有算个这个账 那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晚存钱的 这个假设 这两个哥们 两个姐 闺蜜 你想 这个 又变得这个晚存钱的 你想他要enjoying life 要多吃点好的 多花点 多娱乐一点 早点enjoying life 那想 这个 到了33岁的时候 他可能意识到这个存钱 储蓄的重要性 他然后开始也存2000块钱 当这个前面这个不存钱了 然后他开始接着存 从34岁开始 这一直存到这个61岁 61岁减去34岁 那就是多少 存了28年 那他一直也是存到61岁 他存了56000块钱 然后两人都是61岁 看自己的账户 这结果 对 所以后面的这个结果 还只有19万多 所以这就是反映我们前面的这个福利增长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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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金增长率 最后福利增长 所带出来的这个最后的投资效应 对吧 这就是我们 讲投资的时候 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 是要去了解的 所以这是讲投资增长这一块 你看这个前面的纸 这个存物18000块钱 后面的存物了56000块钱 前面的收益是21万多 后面收益19万多 所以这个张杰 你应该告诉你女儿 早晨钱 好 对吧 对 好 下一个议题是什么 下一个议题就是风险控制 投资的增值 那是一个单向的运动 是不是 所有的投资都会有风险 但你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风险 这又是一个投资者 需要去了解的一个风险控制的 一个理论 没有多深奥 这个巴菲特也有一句名言 他讲这个上面写的 你看 就是他的投资的准则 有两条 第一条是level loss money 就是永远不要丢钱 不要丢本金 这个是 对吧 然后第二条 就是never forgot rule number one 就是说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 当然就是说 他本质上就是说的就是第一条 永远不要丢钱 不要丢本金 就保本 对啊 我们中国人也说的很好 就是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所以这是宝本 说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 它是有个同样的认识的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宝本的原理 是怎么样产生的 怎么去解读 这里有一个表 我们先看下面一个表 好吧 我不知道怎么少了一个表 用这个看 咱们看看啊 这个可以想一想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授学题 对 这个表已经总结出来了 假设我们的投资 我们说是放一个授 按照刚才我们说的 一万块钱投资 你的这个 第一年 你亏了百分之 我们用百分之五十来看 你亏了百分之五十 那还有多少钱 那就是还有五千块钱 对不对 那亏百分之五十哦 然后 很多人是不是认为 我下一年涨百分之五十 我就回来了 这是一个简单思维 就是没过脑子的 但我们想一想 你第一年亏了百分之五十 你的基数就变成只有五千了 然后在第二年再去涨百分之五十 是在五十的 是在五千的基数上 你只能是七千五啊 所以你要回本 这时间就拉长了 这是 这是一个表 就是如果说 你亏了百分之十 你的这个必须 后面的增长 如果是一年 你必须高于百分之十亿 你才能把你的本金 弄回来 如果是你丢了百分之二十 你的增长 在第二年必须 高于百分之二十五 你才能回本 那 丢了百分之五十的话 你的这个 相应的 这个增长 必须要达到百分之百 你才可能回本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里有一个表 他把这个 这些都算出来 就如果说 你现在的 这个亏损 按照这个标准来亏的话 那你下一年的增长 你后面的增长 回报力 那这个标准 你要多少年 你才能回本 他这里 我们有几个基本受精箱 如果说你是 亏了百分之四十 你后面增长率是 每年百分之二 你要二十五点八 你才能回本 那如果说你是 这个 后面每年的回报率 是百分之八 那你要六点六点 你才能回本 所以这个就显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回本的重要性 就是保本的重要性 这一块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保本 我们是不是按照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一些 这个一些基本的要素 我们能不能做到 我们有没有可以选择的这个渠道和方式 有没有什么手段去达到我们的预期 增值保值 这个就是一个核心问题 易感先生刚才你提出了一些法则 一些原则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 这种增加财富 控制风险的一些方法 但是我在开头 我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我向你回答 也就是说有些教授们讲经济讲财富 那为什么他进入到股市以后 他比人家亏的更多 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呢 这个我的理解呢 就是现代的投资理论的掌握和理解 是一回事 但涉及到人到这个投资时间里面 这个是另外一码是 理论知识 他是带有逻辑性的 是带有规律和规则的 那人呢 他应该是人的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人是感情的动物 这个人的基本特征呢 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啊 他往往是随情绪的控制的 人的基本人性的特征有 在财富追求上有两个极其大的特点 一个就是恐惧 一个就是贪婪 所以不管你是教授 是专家也好 是人也好 应该是你很难 这个回避 这人性的两大弱点 对 所以股市里面最后的统计结果 99%的这个个人投资 只要你待下去 其实是跟赌场一样 因为他后面的信息是不透明的 你是无法控制和掌握的 对吧 这个这个是在一个一个不透明的 不是太透明的市场 因为你这个如果说你是每天 以投机的心态去做的话 涨了涨了以后你会去追高 丢了以后你想又想把它这个给赚回来 这个是不是以你一直为转移 你情绪控制不住的话 你对大受据的这种研究啊 分析啊 你对它的规律的把握啊 就就在短期内你是看不到效果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 造成的这么一种结果 教授也好专家也好 那跟专门的投资机构和投资工具比较 那当然是投资工具或投机 投资这个机构 它是没有感情的 它是完全按照规律去做的 投资理论去做的 你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就觉得了你刚才谈到了 这都是应该说还是比较规范的一些做法 但是在中国大陆它就会出现 比如说我们说股市它是一种政策股 或者说一些普风捉影的内幕消息等等 也就是说那么这种规则是否运用到一些 并不是很充分市场化里面 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这个是很险的 因为这个社会如果说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市场环境和体系 它就会容易受到某一种掌握资源的势力来控制 这些势力有很多方面嘛 你刚才说的政府是一大方面 它掌握着整个的这个资源的体系 甚至是对很多的 它的政策啊 它的出台啊 不是太透明的掌握信息的人是掌握信息的人跟投资者啊 在这个市场上它不退身的 在从政面 从政策层面 从政府层面去交的讲 另外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金融寡头 它有大的资源 它对市场 它有一定的垄断 它可以形成一定的垄断 像金融寡头啊 它对某一只股票啊 会某一个市场 它可以达到控制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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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就是说 别人说我们看股票经常会有这个庄家 对不对 庄家 庄家它是它是居高临下 对吧 它看到其他的投资者 它是居高临下 它就看到这个散伏投资 就看到像蚂蚁一样 它完全可以这个 与夺与求的这个对对对这些 就我们讲通常就是割韭菜 它非常容易 对吧 这是庄家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说频繁的交易 短期交易 你在单比交易下 你看不出 你有你的损失有多大 当你交易多了 你最后发现 你交给券商 交给这个投资的中介机构的 佣金和手续费 包括还有这些一些税啊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 损失这个成本 但其他还有很多 如果说有的人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他这个人的恐惧和贪婪的问题 贪婪容易造成你去冒很大的风险 这种很大的风险就是说你会 现在我们的券商 券商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机构 他会给你借钱 就是杠杆啊 如果说你的杠杆 增加一倍 你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倍 有的市场上 他会给你做到这个四倍 八倍的杠杆都有 那只要这个市场上的 这个一有风吹草动 当你说投资的股票 没有让你的预期 去成长的话 你只要是市场上跌 你的投资标的跌百分之十 你如果说你的杠杆是八倍 你承担的损失就是百分之八十 是吧 你跌百分之十 跌百分之十五 那券商这个跟你融资的机构 他不会管你的 他看到你的股票跌到百分之十 他马上你平仓了 你的本金就没有了 他首先得保证他自己的风险回报 因为你的账户都掌握他手上 他完全他是可以平仓的 你在向他融资的时候 你做杠杆的时候 你也是这个 等于是你接受到他的协议的 所以散付最终在这个证券市场 我所看到的统计信息 是基本上是不挣钱的 都是按照 这个我个人的投资经历也是这样 我大概进进出出有四十五次吧 不完全是股票 但是跟股票投资有相关的 一级市场二级市场 还有期货正确 整个的结果就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然后这个 一关筹筑进去 然后裸奔出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 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的节目中 叶改先生谈到了财富的管理 和增长的原则 我们常说多元化 这就是财富的管理 我们知道财富增长的法则 但是如何把握 却不是一些容易的事 就像股市 人人都可以进去 但像叶改说的 最终你会躺着出来 当然这是指散户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 请观众朋友们收看第四集 财富的保持增值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众看 来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